MING PAO T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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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疫情時代我蠻喜歡用冷凍食品來做產品 因為比較省時省力 尤其是冷凍冰類啊 像一些義煤的蔥油冰啊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冷凍的餅類 像是印度的煎餅 冷凍食品可以在冰箱裡放很久 而且價格也低了 通常大概大概七、八塊美金呢 一袋裡面大概有六到七片零 要看品牌 那你拿出來也不需要解凍 直接放在平底鍋裡面就可以了 通常我會用的食材呢 就包含像是小番茄、蘑菇、起司 然後當然雞蛋是一定要的 雞蛋就是用一到兩個打成蛋汁 也可以用冷凍的青豆玉米 像我也會有時候用一些冷凍的蝦仁 那有時候你也可以去 當然看你的預算啦 你也可以 像我有的時候 我預算沒有要充力的時候 我就買一些那個Oyster新生的鮮科 它就可以做成類似像台灣很喜歡吃的蚵仔煎啊 你把蚵仔放在上面 然後打成蛋汁 它就變成了蚵仔煎蛋餅 你當你加上了起司啊 然後把它加上番茄起司跟番茄醬的時候 它就變成了義大利海鮮皮 我的餅呢 它是做的就比較小 所以當你放餅進 放到平底鍋的時候 可能它的面積比較小 那你這時候倒入蛋汁的時候 你從中間倒入啊 你不用把蛋就是一定要 蛋汁一定要在中間也沒有關係 你要讓它環繞在旁邊 就像有點像個太陽一樣喔 然後你把平底鍋轉一下 它也是變成是一個比較可愛的 就是變成說中間是餅外面是蛋皮 然後你就把它稍微再煎個兩三分鐘喔 然後火不要開太大 用那個小鐘火就可以了 用那個鏟子把旁邊稍微做鏟一下 然後就可以把它直接就 翻面也好喔 或者是說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像捲 就整個是捲起來的啊 就是像個蛋捲 我一看 我看就是它 那麼稍微煮著 很多的聲音 這是很深刻的 將它的 varies製成 我不能看起來 就不小心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 所以你要在肉體區 自己在這裡 就把肉很窩口 我看起來 總共攫 多好 我看 你像這個 Cheryl 豬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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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